这期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紧急时刻 VPN不管用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clash 因为我一直内心是抗拒的用这个clash 我觉得太复杂了 我也不知道去哪搞太多步骤了 所以我还是一直没有弄起来的 但是经过最近能有小两周的研究 我感觉这个东西还是OK的 但是只能做一个 Clan B备选方案 因为主要的情况下 我还是用我的Nord VPN 这个就是非常稳定的发挥 这个可以看下自己家的网络状态 我觉得和外网比较友好的 应该是根据我以前在这个 工作的经验来看 外网比较适合的是 联通大于电信 大于中国移动 这几个work well with这个 墙外的世界 我现在是联通的网络和Nord 基本上没有什么隔阂 如果你看你们家的网络名字 如果是什么CMCC 我在去 西方百大的时候 他们家就是CMCC开头的 所以就是有一点concern 不行的时候 这个clash也是一个急需 就是临时抱佛脚的一个东西 先下载这个 link我会po到这个video的description上面 进来以后呢 一大串的东西 主要是看这个dashboard 你可以向他这个快捷键 optionD 把这个dashboard open开来 首先这些节点 一大堆节点 就是一会儿我要去选择的东西 怎么去导入这些选择的profile呢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叫config的 看我这个用大白话给大家讲 就是从这几个profile里 这些都是订阅链接 都是有人去维护这些链接 你的这个节点就是从这个订阅链接 比如说是一个URL 这个URL里包括很多很多很多 能有各个国家的节点 那么我们这个只要有这个订阅链接 就可以刷出来 他们最新更新出来这些节点 免费 我现在目前用的基本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节点也好 付费的节点也好 都是通过这个订阅链接来扑过来的 所以呢我们要设置的部分 就是设置这个订阅链接 在这块setting 在这个remoteconfiguring 在这个地方manage 我现在是已经连到了VPN上 那么我们要add一个订阅链接 这些都是订阅链接 就是这个http开头的 然后一般的clash的订阅链接 都是以这个yaml结尾的 一会儿我还给大家分享一个 怎么去找到一些免费的订阅链接的办法 就是add 这块比如说你这个url 我们要填的就是这个url 然后它这个后面有update time config name就是随便给一个昵称就行 只要注意只要刷出来这个update 这个时间点就说明我们这个订阅链接 添加成功了 那么我们现在去找一个example 就是找到这个github上面 有很多的free的资源 在github上 我建议注册一个账号 比如说搜索keyword 给这个都插掉 搜索keyword就是 clash免费订阅链接 然后一回车 在一个新窗口打开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 被这个插掉 clash免费订阅 就这几个字就行 然后呢我们来sort一下 看看它这个一般默认的是这个best match 我们给它切换回来叫最新有更新的这个项目 这就进来了 就是很多面 再看update13minutes ago 12分钟之前 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找到的 我就用这个作为一个example 比如说看到这个 看这个结尾就是yaml 要的这个文件的 我们把这个整个异藏tour给它复制下来 加到add的这个url里 注意刚才说到就是这个url是我们要填的 OK 注意后面有没有空格 没有空格就是OK的 它自己就默认带出这个councy的name 这个插件做的还是挺棒的 然后我们就点OK 刚刚加的是应该是最后这个 看它这个更新时间就是6月14号 一直是连着在墙外的状态 这个你就刷出来 你这个订阅链接就OK了 记住这个叫clash什么provider 这个就是像昵称一样的东西 anyway我就是这么记的 然后给它插掉 那么我们所有的config这个链接已经加上 这几个订阅链接都是我之前加的 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clashprovider 就是我们刚才加的这块 然后去看一下 给这个dashboardopen开来 always选这个set 第一个要选的地方 这个是rule 我们选这个根据策略来 我一般经会默认就是留它 然后set as system 就是作为一个 弯墙的东西 然后给它点上 就是这个变成黑色的东西 就是说明看 这有什么kdkd 就是有进出流量的指示 OK这个老手应该都知道 然后呢 走到这个dashboard dashboard就是commandd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 这个几个主要就看这一页 代理这一页 然后测一下速 它这个好像没有很多链接 测速然后排序 anyway就是用它做个演示 它这个啥都没有 那我们就换一个别的 就用它刚才那个作为如何 知道怎么加订阅链接 这个办法 那我们切换回 比如说这个 这个profile 切换回来 测速 切换回来这个订阅链接 就是好多有看展开 比如说节点选择 展开 就这老多国家选择 售起 这个地方不要太迷乱 我一开始就是看这块 有一点发晕 不知道怎么选选择 恐惧重 点这个小猫头 这个 然后节点选择 一般就是看全部的file 一般是有绿色的 会有橙色的标识的 我们就选那样的节点 如果 选择 nothin like nothing tool through 然后我出来一个 有这个中国台湾的 我们展开一下 中国台湾 我们就选这个 然后 收起 自动选择 它一般节点选择 你要选自动选择 这个就像towa一样的原理 如果你节点选择 选自动选择 自动选择 你也是选择台湾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轮回的 懂了吧 国外媒体 你也可以选一个 其他的节点 然后电报 就是每一个 感觉像是每一个网站 你都可以进去单独设置一个节点 这个就是比较 fancy的地方 还有这个落网 这里就是说 除了这个微软服务 苹果服务 国外媒体 其他的这些网站 我要用 可以通过另一个节点来访问 然后就可以在这里找一个 看到 后面这个有小黄的标识 或者小绿的标识的话 我们都可以去选择 对 所以就是 这个样子 就是有 只要上面有指数在走 就说明我们已经连接上了 那么 我们现在这个是台湾的 收集 用YouTube去做一个 Or用这个 这个IP address 去做个测试吧 这应该就是属于那种 落网之余的选手 可以看到 这块就是显示的 知道了吧 这个大概就是 怎么用这个 我们 正常的时候 没有稳定的情况下 白票的 这个不太稳定的 免费的方法来翻墙 也是OK的 再测试一下YouTube My favorite Sings like a little bit slow but should be OK I mean 应该是可以连接上的 但是速度嘛 就是 这个就是为什么 要买一个 相对OK的一个 翻墙的一个 稳定的东西 我都是 就像我在那个视频上 可能这个节点 不太好嘞 我们可以再去换一个 其他的订阅链接 for example 这个 这个可能就有 其他的节点 可以刷出来 我们来 吸一下 四个这个吧 对 这就出来了 看这个就是 在走很多流量 可能这个就是 快 一些 Anyway 这个就是 OK的状态 不过稳定 还是要找这个 我不能说是 反正用了这么多年 就像我视频描述的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用我的 Affiliate link 去试一下 这个Nord的VPN 我觉得还是 OK的 长年的老客户 嗯 试一下吧 Why not Video inspect 纵连起来了 Always check一下 File New 这个是不是 H series的 Recorder Sound System Check 那我们就 Record一个 New的 Chapter